好 我們這次繼續第三次講到知覺人的內心和適切地回應他 知覺我們自己內心世界有甚麼感覺 有甚麼發生著 有知覺別人發生著甚麼事 別人有甚麼不開心 有甚麼開心 即是無論他做甚麼 他都可能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首先姊妹出來分享的時候 他可能有的感覺是甚麼呢 可能是興奮 可能是很開心 亦都可能有些緊張都未定 這個我們不知道的 但我的意思是 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範圍的情緒 這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不同的情緒反應 我們知覺的時候 我有些緊張 為甚麼緊張呢 因為想說又說不到譬如 我不是說他 我講到譬如 我怎樣可以衝破呢 就是知覺之後可以衝破 我自己很記得當時 在短目課程的時候 有一個訓練就是甚麼呢 即是我們時常去探望病人 有一次 我們有一個老師的 有一年的時間 我跟他學習 其實非常重要 我的很多輔導 跟別人溝通 我在那裏學得比神學院更多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有小組的 我們幾個學生而已 其實很特別的 這個課程又有錢的 有錢又學習的 有一個老師 一個帶著 那時好像六個學生 有一次開小組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說髒話 說髒話 之後我們個別談 那個老師跟我說 當這個同學說髒話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覺 其實這個老師就是使用這件事發生 來幫我們 知覺我們的感覺 我們那時學過受過訓練的 就是知覺不是我覺得它錯 我覺得它錯是 thinking 我覺得它錯 我認為它錯 這個是思想 感覺是甚麼呢 就是 那個圖書才有說到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開心 Glad, Sad, 憂愁 憤怒 惡怒 懼懼 羞恥 內疚 或者受傷 這種內心的反應 內心的反應 你看到人很開心 不開心 我知道他問的是我的感覺 不是問我的想法 我想了一會後 我就回答他 我說 我想我當時有點生氣 覺得同學 怎可以在分組的時候 會這樣說髒話 這麼離譜 這個老師是黑人老師 他的反應很強烈 很有表達性 他跟護士說話 很激怒 很熱情 那時他立刻打起聲 恭喜你 他用英文說 恭喜你 因為我見過很多中國牧師 又跟我握手 很多中國的男人 尤其是牧師 是不會說自己的感覺 你會說出 我當時有憤怒 為什麼他會說 中國的男人很少說 因為通常人說 通常男人很少說自己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不開心 有些開心 好像覺得很醜 讓你知道我的感覺 尤其是牧師 因為牧師要保持一個 跟人不同的感覺 完全不受世事影響 什麼都沒有 這種情況 但是當時我承認 我是有憤怒 他教導我們 這個知覺是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醒不到 就會幫我們將來處理 我還記得當時探病人 我知覺自己覺得悶 真的很悶 為什麼悶呢 跟他說有什麼反應 等很久 回答得很小聲 有些不是的 有些真的有很多話說 有些很喜歡我回來 因為他有很多話聊 有很多話說 有些是沒有什麼話說的 跟他說的時候 真的有點悶 我知覺我悶 我就會處理 我就會說 神給我的意念 如果我經常探病人都是悶 將來上天堂的時候 神說你探過很多病人 不過你經常悶 你沒有代表我 你沒有張現出神的關心 於是我就提醒自己 我覺得悶 那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提醒自己 我可以選擇 去覺得我現在跟這個人聊天 對他來說是一個禮物 我可以開心地跟他聊天 就不是好像他悶我也悶 而是我可以開心地跟他聊天 這就改變我的情緒 讓我能夠 知覺自己的情緒 我可以處理 然後改變 這樣我的行為就會改變 這就是 為何我們要知覺 我們的內心 和別人的內心 我們知覺別人有憤怒的時候 我們知道憤怒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他理論 理論是沒有用的 他在發生氣 你還在理論 是沒有作用的 那時候我們如何平息他的憤怒 我們今次講到 知覺人的內心 和適切地回應他 明白我們人有不同的感受 和不同的反應 和身體的語言 我們先留意自己 留意自己慣 我們就可以留意別人了 這裡有個列表出來 我們一起讀一讀 好嗎? Glad 那裡之後我們一起讀那些字 開心 驚喜 滿足 輕鬆 愉快 喜悅 幸福 舒暢 暢快 安靜 興奮 自信 安心 得意 悲愛 滿懷 希望 自豪 自豪 夢神祝福 真是很滿足 很開心 輕輕鬆鬆 有些人很緊張 明顯有些人很緊張 有些人很輕鬆 愉快 他的生活是愉快 開心 喜悅 他喜歡那件事 他喜歡這個人 或是喜歡這個事情 幸福 我真是一個有福的人 舒暢 很暢快 沒有難阻 心裏面不是有些東西卡住 是舒暢地做人 暢快 暢所欲言 很暢快去做一些事 安靜 有一次心靈安靜 安靜不同 好像沒有聲音出 安靜不同 沒有聲音出就好像 不懂得說話 不懂得回答 安靜就是我的心很平靜 很興奮 很興奮 因為人們對我好 所以我很興奮 自信 覺得自己是 自信不同 驕傲那種 而是我知道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所以對自己有信心 安心 很安心 不擔心的 得意 得意洋洋 很輕鬆 我太太跟她說 我們一起去拍拖 她就很開心 很有趣的 所以我最初去稱讚她 就是很有趣的 避愛 很覺得避愛 避人所愛 滿懷希望 即是有一種盼望 前面是更好的 神會祝福的 自豪 即是 感謝主 我能夠為主做到這麼多東西 我都自豪 很多人不懂得這些字眼 所以大家可以 你經常上網可以看 你看這些字眼 你就可以 或者我可以傳這個圖片給大家 你可以有時 豐富我們的詞彙 可以形容自己的感覺 也都形容人的感覺 第二節一起讀 悲傷 憂愁 憂鬱 低沉 擔憂 難過 失望 絕望 煩惱 自卑 無聊 沉悶 焦慮 委屈 無奈 困擾 心力衰竭 沮喪 無助 孤單 混亂 這裏憂愁的類別 就是很悲傷 很傷心 有親人離世 憂愁 很煩惱 憂鬱 簡直是 很強烈的低沉 變成憂鬱 擔憂 很擔心某件事 不知如何 難過 很難過 做錯事 或者失去一些東西 很難過 失望 唉 那個人本來想著他會做得好 怎知他做得那麼差 才是很失望 絕望 自然沒有希望 唉 人生沒有盼望 做不到就不行了 煩惱 有些困難 令他內心很煩 自卑 覺得 唉 我都是沒用的了 沒有人喜歡 甚麼都做不到的了 無聊 即是好像 我相信人們都試過無聊 即是怎樣呢 唉 有時間 不知做甚麼 我現在沒有 無聊 不過以前我真的試過很多 尤其是小時候 唉 不知做甚麼 無聊 不知做甚麼 沉悶了 很悶 現在的小朋友 很悶了 沒有遊戲機玩 很悶了 焦慮了 很擔心憂慮 為了問一些事情 心好不安 委屈 有人冤枉我 或者有人 沒有看到我做的事 覺得很委屈 無奈 唉 唉 這個世界 我也是這樣 真的很無奈 困擾 唉 這件事令我很煩惱 困擾著內心 心力衰竭 沒有動力 即是 唉 我還做到甚麼 沒有盼望 沒有力量 沉悶 很灰心 完全覺得甚麼都做不到 沒有希望 無助 好像自己 唉 甚麼都不會做 沒有力量 孤單 有時很多人可以孤單 每個人聊天 經到那麼開心 我一個人 不知聊甚麼 又不知找誰聊天 就覺得孤單 混亂 就覺得 唉 唉 為甚麼會這樣 這個世界會這樣 人們會這樣 很不明白為甚麼 好了 MAD 一起讀 憤怒 震怒 瘋狂 浮躁 憎恨 緊張 疾度 就是 很生氣 或者震怒 即是 憤怒得很厲害 瘋狂 直接生氣 好像瘋了 浮躁 即是人很容易發脾氣 很憎恨人 或者緊張 甚麼都很緊張 不得輕鬆 直到人 見到別人 他就很不喜歡 有種憤怒 afraid 一起讀 懼怕 震驚 萎縮 迷失 就是 害怕 以及 震驚 哇 為甚麼會這樣 或者 突然見到一個影 是否有鬼 有些人很害怕 看過那些鬼戲 糟了 有甚麼事 萎縮 即是 不敢向前往 有時未必屬於一個類別 不過有些感覺 不知道放在哪個類別 迷失 即是好像 都不知道 前面的路 不知怎樣 有些害怕 ashamed 一起讀 羞愧 羞辱 內疚 凋念 害羞 抱怯 就是 很醜怪 很羞辱 做了一些很離譜的事 很羞辱 內疚 心裏面有做錯事 凋念 即是 做得很差 在人面前做差 所以凋念 害羞 很害羞 或者抱怯 覺得很不好意思 由最後 hurt 受傷 傷痛 就是 心裏面受傷害 這些我們知道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形容詞 其實這些還有更多 你上網找情緒的形容詞 實在還有更多 我們可以熟悉這些詞彙 可以了解 現在我自己覺得什麼呢 可以用正確的形容詞去形容 也可以形容別人的情況 身體語言 亦是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情緒 和別人的情緒 譬如簡單 你發現一隻老鼠一走過 每個人反應不同的 有些男人可能就說 反而去打他 那些女人有些可能 呼呼呼 立即整個身體震 立即害怕 臉青 可能有很多反應 這個就是 他的身體反應 是表示他的心情的 我們一起讀 臉部可以有什麼反應 臉紅以赤 臉色蒼白 臉露笑容 輕鬆表情 稀皮笑臉 神情緊張 表情嚴肅 臉色形重 這些都是不同的臉部 臉紅以赤 即是 兩種情況 一種是害羞 另一種是很生氣 臉紅以赤 臉色蒼白 剛剛被人嚇完 或者剛剛說謊給人知道 立即臉色蒼白 或是被人嚇壞 臉色蒼白 臉色蒼白 很輕鬆的 輕鬆的表情 即是看到他 人很輕鬆的 臉色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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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開心 有些人 我覺得他很特別 自然會笑的 有些人 有些人很難笑 我相信大家都會見過 有些人 他很自然就會笑 這也可以是他習慣 養成的一種習慣 但有些人真的容易嘗試 有些人 都不笑 明明有些人開心 他都不懂得笑 我還記得當時 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黃隱口琴隊的成員之一 我們有一年比賽 我們很多時候比賽 立即宣佈我們第一 也好幾次第一 那一次我們在台上 然後有兩隊 我都不記得一個情況 總之宣佈我們是第一 可能兩隊 然後宣佈哪隊第一 我的同學每個都跳 每個都開心 我是完全不懂得表達 為什麼我是這樣 因為我家裡經常罵打 是不會表達感情的 所以我小時候 哇 第一 我沒有感情的表露 我是開心的 不過我不會自然地表露出來 因為家裡壓迫的緣故 我後來才改變 但我改變 依然跟我太太很大分別 她是很開心的 有些什麼呢 是非常開心的反應 這是人的 人之不同 輕鬆表情 嬉皮笑臉又另一種 應該認真 她又不認真 在這裡好像經常說笑 別人說認真話 她又說笑 神情緊張 另一種 面部很緊張 或者表情很嚴肅 或者神情形重 好像很沉重 手腳一起讀 冰冷無寒震動 緊握拳頭 頓足 即是手腳可以 全都涼了 譬如你跟別人說 她馬上的手涼了 或者看到她的手腳 青了 我知道她當然是有件事 是影響著她的 即是可能她在說謊 被人知道 或者她是做錯一件事 她不是真誠的 什麼原因都好 她一定是有件事發生的 冒汗 直接出汗 冒汗都是兩種 一種是冷汗 一種是熱汗 即是她很興奮 很憤怒 那就出熱汗 但她很害怕 就出冷汗 很緊張就出冷汗 是不同的 冷汗看到她的手 是冰凍的 即是白色的 震動 手就震 譬如她說了一件事 震震震震 即是她很害怕 或者有些失望 緊握拳頭 一直在說的時候 她說的話就是 我沒有事 我很開心 但手握拳頭 即是不是真實 真是這麼開心 遁足了 即是在這裡很憤怒 聲音一起讀 興奮、震動、口吃 怒敲、無信心 即她的聲音可以很興奮 或者說話的時候 那些聲音會震動 口吃 她平時說話都不是這樣 忽然間可以了 咳咳 那天呢 那天啊 那天啊 說不出來 當然有些問題 怒敲 好像 敲叫 師主敲叫 或者說話沒有信心 忽然間 很害怕 說話沒有聲音出 這就是顯示她的內心沒有信心 眼目一起讀 有興趣、興奮、喜笑眼神 目定口外、目露空光 不敢直視、逃避眼神接觸、萎縮 這些就是不同的眼神 有興趣 譬如你說話適合她 她很有興趣 眼神也有興趣表達 或者很興奮的眼神 或者很開心的眼神 目定口外、眼睛都定了 定了很多原因 不懂得說話 或者怕、嚇怕 或者在心裏不斷思考 人就定了人 目露空光 簡直是很凶惡的樣子 不敢直視和逃避眼神 兩樣不同 不敢直視 正是不敢看你 逃避眼神 本來看不看得到 就走去 好像怕見到你 又有樣子在逃避 還有萎縮 眼神好像閃縮 有些退縮的東西 身體或者表情的突變 面色突變 聲音突變 眼神突變 突然站起來 身體傾前 軟弱無力 就是面色忽然變了 變成紅色或者白色 聲音突變 忽然聲音沙啞 忽然聲音是口吃 說話是口吃 或者聲音忽然無力 或者很生氣 眼神突變 本來我的眼睛很開心 忽然眼神完全變 或者忽然站起來 或者忽然走 這些都是顯示一些東西 身體傾前 很有興趣 軟弱無力 整個人忽然軟了 這些全部都會顯示 其實在你的手機我已經傳了 所以你不用抄 這個真的很有用 幫我們觀察人 以及觀察自己 好了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同一件事情發生 人們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一個人做錯事之後 可以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第一個 後悔內疚 第二 生氣別人 不幫他 他會怪責別人 第三 混亂 為何總是做不好 經常都做錯 失望 我都是做不到的 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譬如 有個人離婚 可能很不開心 但有個人很開心 終於搞定了 不用跟他在一起 不用跟他在一起 解決了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應 人們被傷害 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被人傷害 第二 很生氣 怨恨或仇恨的人 你傷害我 第三 灰心失望 人們都會傷害我 都是沒有人對我好 一個是向外的 就是憤怒 灰心是向來的 退縮的 這就是灰心 低沉是向來的 有些反應是向外 或是加強的 有些是減退的 這是退縮的 減退的 這裡問大家 人在這個情況 他有什麼感受或身體反應 在傷痛中 但別人感受不到 他很傷心 但跟別人說 別人沒有反應 其實我們可以稍後用這個 做到討論 讓我看看 我們先看看 這也是一個 或者應該是下一頁 下一頁是一個更好的討論 當然人家傷痛的時候 人家感受不到 他有什麼身體反應和感受 大聲一點 你大聲一點 不被明白 不被明白 這是一個事實 不被人明白 但他的感覺和身體反應會怎樣 別人感受不到 他可能會 或者是猛烈 猛烈的時候 身體會怎樣 會震 緊張 覺得 比如說 覺得 不喜歡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不明白 不聽他的話 跟他說話 就像跟鳳牆說話 那種反應會怎樣 猛烈 猛烈 不喜歡跟他說話 轉身想離開 每一个回应是会在他的身体和情绪显现出来的 有个人追巴士追不到会怎样呢? 有没有搞错? 但内心和身体会怎样呢? 会失望 会激气 会愤怒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我们是否完全没有呢? 有时可能是减少了 但我们以为完全没有 我们要留意 你不是那么紧张巴士 譬如你不是那么赶时间 而且赶时间是两回事 你很赶时间 但走一个巴士是否完全没有感觉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留意 到底我们在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说我已经没有了 到底是否完全是这样? 我们留意一下 还是有没有感觉在内心 有时有些感觉是我们不太知觉的 我用一个例子 有些人 譬如他朋友失去 譬如他离开 去另一个地方 或者有家人离世 他经过一段时间 觉得也没有事 但可能他里面仍然觉得很失落 里面仍然觉得伤痛 但他没有处理到 结果他里面一直都是一种失落 觉得不能重拾以前生活的感觉 他会持续在这个状态之中 我们都要留意到自己 好像有些东西失去了 我形容不了出来 那我们要找出原因 有个人刚刚做错一件事 会有什么身体反应和情绪反应? 不舒服 我们现在说普遍 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有时会生气自己 有时会生气人 有时会觉得真是坏 为何我会这样做 有时会觉得丑怪 有时是这样 人不一定是内疚 他是丑怪 他偷了钱 被人发现 他不是说我得罪神了 我犯了罪 不是 真是丑怪 我早一点拿就行了 我就拿了钱 没有人捉到我 有时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例如考试出猫 那个被人捉了 这个没有被人捉 可能有很多种反应 可能有什么反应 大家说一下 可能觉得松了口气 没有捉到我了 又可能怕 一会儿老师不会再发现 又可能 又可能 你说吧 好彩 觉得好彩 虽然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但我意思是 人是可以这样 觉得好彩 会怎么办 开心 没有捉到我了 这样 大声点 大声点 我说自己开心 自己很快 是的 但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例如幸灾乐祸的开心 是不对的 我们要知道 就是 我们要留意到 咦 我有这种感觉 我们要看见一个人 满 那人是很不好的 那人是坏人 满到 或者被人捉到 佛 可能我们的心 幸灾乐祸 心会开心 我们要留意到 圣经有说到 你不要看到你的敌人受伤害 你就会开心 恐怕神将灾祸 降在你身上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知觉的时候 我们要处理 好了 有人被孤立 会有什么感觉 和身体反应 有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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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孤单 孤单 不知所躁 不知所躁 就是 好像迷茫 混乱 我们找出那些字眼 如何形容那种感觉 不知怎样 不是感觉 不知怎样 是头脑不知怎样 但迷茫 失落 这个就是感觉 就是我们 不开心 是的 被人误解了 那我们 可以有不同的 那身体反应可以是怎样 有可能性是师叔 是爱声叹气 有些可能会生气 你又叫我来 你又不和我聊天 会生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 他的面子会比较红 或是拳头压住 或是退缩 变色苍白 不开心 我们可以留意到他是哪一种 有人兴奋地讲述他的一个经历 好像这些姐妹分享的时候的经历 那他的内心的感觉和身体的语言会是怎样 兴奋 是的 舒畅 开心 可以有这种感觉 充满喜乐 充满喜乐 那他的兴奋 身体的语言会怎样 很自由 很自由 动作会比较多 对不对 人在紧张的时候 那些动作是没有那么自然的 他在生气的时候 那些动作好像 Jerky 好像 嘎嘎嘎嘎嘎 不是很顺畅 如果他兴奋 开心 那些动作是很轻松的 如果一个人觉得被骗 那些动作是很像机械人 有些硬硬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看到他 是不是舒畅还是不舒畅 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就会让他硬硬的感觉 好了 有人复述他的痛苦经历会怎样 是的 会难过痛苦 那你就会见到他的表情是不开心的 是会 那些 害怕 那些 那些 面固定会看得出来的 是的 OK 有人被誤会 会怎样 委屈 又会 生气 不开心 那他的身体反应会怎样 可能很激气 很激气 啊 那也会误会我 怎样搞错 这样 是的 刚刚不见了银包 会怎样 心急 很心急 快去找 心急 心急会怎样 身体语言 躺来躺去 紧张 是的 OK 原来我们人的身体是透明的 有些人没有那么透明 有些人 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感觉 没有反应 不代表他处理到的 有些人是没有反应 但他的世界是困住在里面 他的感觉是封实了 不代表他是处理得好的 但有些人他是处理好的 但依然一个人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表露出来的感觉 是比较难少相处的 如果他多些表达自己 人是容易相处的 但这个表达都有负面和正面 即是他经常都是怯 激气 真的没有人喜欢跟他相处 但他的表露是轻松的 他的事情处理好 人是喜欢跟他相处的 好 那我们稍后分组的时候 就做这些 exercise 当人在情况之下 他有什么爱在的表现和情绪 即是你讲完情绪 然后我们怎样回应他 关心他 也可以在小组里面 有些人是想去分享 譬如有人分享一个事情 可以其他人回应 请不请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